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唉,跌了跌了,终于跌市了 100点,100点也不让跌了 那也是啊,很少调整 都叫做十年升之后 的一个跌了 终于等到 200也未跌過,其實也很厲害 真是厲害,純粹覺得是吐氣的感覺 升了10個交易日,才叫它跌百多點之後 會不會繼續上升? 現在的問題是很多人說,追到氣咳了 終於見到你回了,回那麼少 你又不敢入場的 所以贏這些,今天還有1000億成交 但問題是,很多人拿著貨又不獲利 就看你拿著什麼 如果你匯豐94,我覺得就不要獲利 這些跌也不會馬上跌得快 ATM那些都是趁勢走 不是走,是take profit 吃一點 吃一點,什麼都要趁勢吃 下去下面看形勢,看看買不買回頭 簡單這樣說,你一定是這樣做的 是,問題就是,怎樣說呢 走位的藝術 你說回多一點點才入場 然後如果你回很多,你可能有時候會害怕 你真的要緊守自己的discipline 是啊,因為港股跌了上來又可以瘋 你看美團今天這樣每回都4% 你這4% 你上兩個星期買的,這4%是不重要的 是啊 你昨天買的當然是重要的 是啊 看看你哪個位置入場 沒錯 你跌你不是啊,你真的跌你又要害怕的 你不是說港股一定會升的 所以我今天做節目都說 最重要的一入場也好 你拿一些股也好 尤其是入場那些 你不要想著升多少 你才走啊 你想一下,你入了之後 你跌多少,你頂得住啊 就是先想止設 是啊 你真的跌到多少 或者那個東西是不是 跟指數的beta很大 指數跌1%,跌3% 你想一下跌的時候 你頂不住才能買啊 你頂不住的,那你就下一隻啊 問題就是看你當時入了呢 重不重貨了 可能你在最近兩三天才買的 有重貨的 那你的心理壓力當然是很大 所以我就說 星期六的超級召喚金潑 這個這麼銳致的節目 我都說 這麼正啊 是啊 不是沒有節目的 是一個seminar 我也說 不要做證據 做牛紅召喚金潑 牛紅召喚金潑 你的注細了很多 你的心理壓力就沒有那麼大 就是了 不過你很快就自虧了 做牛紅召喚金潑的好處是什麼呢 就是 心理壓力真的很小 其實輸多少 你不會幾十萬個買的召喚給 不是這樣 這麼瘋 但問題就是 你很快 哎呀 4% 5% 因為是太乾了 然後太乾了 下跌了多少 走了 所以你就說 星期六那天這麼偉大的 勁哥金潑說 你用牛紅召喚金潑 你的注細了 但你要轉得快 你要馬上進入 應該這樣說 可能你差了 這次輸了 走位了 對 下次再來 你要懂得進入 因為我夾著大師 大師是說得對的 譬如你5次 你贏2次 輸3次 你圍起來 你可能到最後有賺 但你要走得快 你不要買一隻 昨天買一隻call 今天死都不肯走 所以你要轉得快 你是用槓桿 因為你拿證股 你有信心2萬點留上 拿證股當然開心 但現在寫明一定是2萬 不知道 這個才是重要 上得快下得快 上2千點 同樣的 他不知道為什麼 突然插2千點 下回1萬6千多 一樣的 這個真是一個關鍵 就是你怎麼看市場 是否差不多到頂 是啊 就是差不多 18,600是差不多 就完結了 那當然要走一些 或者走了七八成 是的 若然不是 不是啊 這個18,600 不是近期的頂 他回一回 下1萬8千 甚至樓下 會上2萬 那當然 下1萬8千 我就握重貨 是的 但問題就是 你看成交 看氣氛 真的2萬 可以 我也覺得 是不止 186 但你看香港 經濟又好像不行 我覺得不是看經濟 是看錢 是的 看錢 錢最後也看經濟 錢又不會盲目 我正在想 我正在想 錢的想法 那些錢怎麼想 這一期就 噴噴聲上 這裏很划賣 這樣 美國很貴 接著又回 但你有沒有見到 現在美股呢 它好一點的時候 我們會呼氣 我們會回一點 有些東西 是像搶錢的格局 但美股有難估 你看這隻NVIDIA 是啊 是啊 我真是頂他的肺 他又彈 神經病 又彈了900多 所以我就說 如果那邊黃飯 那些東西又回來 好了 又一充經減息 我明白你的意思 那些錢呢 就不理港股 又過了那邊 美股炒的 說真的 港股 美國跌那一刻 下了港股16,000 接著 16,000升到18,000 2000幾點 你香港那邊 你見到美國可以 假如美國現在可以 香港走過去 你吃幾次 是啊 美股跌 你回到香港 香港升 升完之後 你回到美國 美國又升 這些叫什麼 此消彼獎的 原來 你猜不到會不會是這樣的 當然你說美國會倒閉 港股會繼續受惠 兩萬點 當然開心 但問題就是 我真的不敢拼 太重貨下兩萬 對 你日股又升了 今天日股又五百多 已經離譜了 我都說了 你明白嗎 原來我們真是很可惜 獨特的 不知Decopple 不是你死我亡那些 兩個只能活一個 那些 問題是他們好 我們會弱了下來 是啊 你錢就是那一堆 是啊 其實錢就是那一大堆 在那裏不斷到處遊走 快錢 快去快來 所以我覺得 現在的重點 你不只要看港股是怎樣 要看外面 資金扯來扯去 是啊 資金是穩回報的 很簡單 沒錯 你現在香港如果 萬六萬八 那兩千多點 5-6% 對於資金來說OK的 這麼短 一個月而已 OK的 OK是否代表 沒得升又不是 我又不敢說 但它走 它真的有條件走 一盒走 一盒就走 你下七百億八百億成交 一定會 是不是 沒有可能不會 我多一個指數 所以我覺得你看好又是 看淡又是 你做牛行 call point 不斷轉它 就好 就好 你買一些正股 跟它鬥磨 真的 買正股跟它鬥磨 可能是一萬八千幾個位置 站到年底 你做什麼 那就糟糕了 不是牛市 而且為什麼呢 比如說十幾二十年前 你覺得一萬八千幾個位置 會停在這裏 拿著它 先拿著它 有網友說兩萬點指日可待 是的兩萬點指日可待 你指哪一天給我 明天 一年後 因為現在 因為現在很多人 富途牛牛 華盛通開戶口 你指日可待 人家正在標準 以前不同 以前只有港股 我只有港股 每天每天都是港股 那萬八千就坐下等下 下轉到我 現在不是 只要這樣說 香港這邊 美國那邊 爆了上去 對 那不可以 我們一定要走來走去 對 很多就是 我們現在的國際金融鬆心 我們真的變成國際投資炒家 對 新加坡又說要提振股市 對 遲些 可能華盛通 又說可以直接買新加坡股 你想想 日股之前 我們哪會買的 對 很厲害 你又持有日股 現在富途牛開戶 已經有日股去買了 對 你想想 所以我們在指數上 我們不能夠再指日可待 對 對 人家移動我們便移動 人家的錢移動 跟他那邊 我們要跟著 我們要跟著 雖然人家說幾十億 我們是說幾皮 但是我們都要移動 所以不能夠 在全球的資金大融爐之下 我們不能靠指日可待 這四個字 不要太介懷 是不是到兩萬點 我反而覺得 現在全球 你是不是很理會經濟 你先擺一邊 真的擺一邊 只要你跟著 錢覺得那邊便宜 那邊太貴 就下了下來 你就要下了下來 你是要這樣 然後那邊 好像旺翻 突然說炒 九月減到 沒事了 然後又去那邊 那些錢 請回那邊走 是啊 所以沒有衝突的 你說 見美國星 你又是之前走過去 你不是看探 那個不是 兩萬點是指日可待 不過那邊現在正在玩 我先過一過那邊玩 旺翻 對 當他跌了我便會回來 好像賭場的賭桌 就是了 那邊拍烏鷹 通常你過外去玩 你都很難贏 對 那邊人氣旺翻 當然是混在一起 那邊那邊 通常的賭桌 那邊是有一兩隻複星 是 他裝弱的 對 他裝弱的 不斷買 那個人 都會贏 你跟著他 你就會贏 然後越來越吸引更多些人 是的 美股當然 這麼多年 旺成這樣 整個牛市這麼長 就是因為 很多公司的複星 令到很多生活賺大錢 所以每個人都會賣 所以網上的證券戶口 都說要開美股戶口 是的 雖然我們不在那裡叫人開戶口 但是 不要再撇開 不要只想市會升還是跌 升跌不重要的 你這個市升 那個市跌 或者你這個市跌 那個市跌 兩邊走來走去就可以了 就是現在害怕的 就是一起跌 是 這樣而已 所以我覺得現在的現象是不錯的 以前港股是很緊貼國際形勢的 人星我們升 人家暴跌 我一定暴跌 對 現在人星我們一定會跌 東升西降就是為什麼 是的 我們升月一定會跌 是的 那西星現在呢 會不會東降 我就是擔心這件事 少少少少 少少擔心 那這個其實是一件好事來的 好事來的 OK的 因為你永遠有一個場環 永遠有一個場環 會旺些 你懂得知道那個場環 你滑過去 是的 這樣就可以了 總之記住 不要猜到升還是跌 你猜到升還是跌 幾一點是沒用的 最重要是賺錢 最重要是賺錢 是的 我們進去股市場也是想賺錢 以往呢 就是升就能賺 現在不是 以往呢 就一塊錢 就放了幾隻股票 坐坐坐坐坐 坐到天缸 現在不用 那以前是價值投資的嘛 沒有價值投資 這個地球是沒有價值的啦 哈哈 哪有得呢 其實你對的 其實你放在一旁 經濟呢 是呀 就由那些大那些幾百億的錢去看 你問KC博士 那你想看經濟 就看多些KC博士 是的 但我的問題是 我是想賺錢 對啦 真的 你說那個經濟弱 是你美股 說是呀 快要爆煲 快要衰退啊 可能是 好像昨天這樣 巴菲特拿著一千九幾億 他說美國經濟好 他買美股 你不要理美股經濟好 你跟吧 你跟吧 他說日本可以 買日本 那就買日本了 日本經濟好嗎 不知道啊 你不要理 總之你買了 你覺得日本經濟好 你就搶錢去日本了 就這麼簡單 所以你撇開就有很多東西 是啊 我現在炒股是這樣的 限制縮了那個註碼 剩下那些呢 就做定期 那就OK了 你餘生可以過到的了 對 我們比起20年前那些 已經很幸福了 所以我對於MPFA 經常都說 你長線投資 平均成本化 嗯 不可以的了 這樣是不可以的 不可以的了 即是你用了你的工資 你的工資是積蓄來的 是啊 那你要忠不忠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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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忠 不是 由於很多人呢 過去這麼多年都是重除港股 那就搞得不斷人均市好多很多 去其他一打 所以呢 你那個戶口呢 就當自己由於一個平時都有炒股的正面戶口 嗯 你看回自己那個基金呢 是要不斷都要走一下轉 這樣 是啊 如果不是呢 你就不停輸 不停輸 然後你那副身家 都不停縮水 不停縮水 就算你MPF 你拿在港股那裡輸 你頂得住 你一隻未退休 嗯 你我頂得住 金管局又輸的 是啊 是啊 金管局又已經在輸港股了 那你MPF又在輸港股了 你自己買的證股又在輸港股了 那無謂搞這麼多 沒有一個市場輸起三鑊 嗯 那在你控制到的情況之下 MPF的組合你控制到 那你就應該呢 我覺得假的 如果你聰明的話 走來走去 早前 譬如我這樣 走去美股 對啊 當然啦 避過很多劫 你明白嗎 就是啦 那就是 唯性之道就是這樣 但是現在我開始想 究竟是否要放一些港股呢 如果港股旺化 因為這個賭桌 這個賭場又更旺 當然不敢 因為那邊很高 很貴 它一塌一塌 20%都不少東西的 你不身家 對不對 那你就又要想想 這個 對呀 因為我覺得很簡單 你做定期 你做美金定期有5厘 今天有5厘 5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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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了個大底是5厘 你做過半年定期 那半年港幣和美金脫鉤 即是沒有話可說的 嗯 然後其他那些牛熊拳 你倒回去幾十轉 輸贏不知道 但你有限數 那你已經是 我不敢說 找粗勝券 你已經安全了 你又有個娛樂在這裏 你又不是說 完全不理會 那你又安全了 那你其他那些 大一點的錢 中間那塊錢 那你就是美股 日股 那些就移來移去 你鍾情於港股 你是細鑄下去牛熊拳 是的 你是會被人收回 那你就 F了它 那你5厘 你其實5厘的牛熊拳 你只要收回價是近的 近的 你收三次 有兩次不收 真的看對方向 那兩次賺的錢 是 你應該cover 有得的 更賺特 當然這樣 你用2-3的比例 你很難發達的 是啊 你5厘都中 當然發達 就很難發達 但你起碼可以保持著這個 那個 mood 還有你的註賣限制了 你輸極有個抱 你買證股的 突然下跌2千點 你的證股 起碼 你不小心 ATM都齊了 起碼跌你5-10% 那裡其實 你用100萬去買5-10% 那裡是10萬8萬的 所以你要自己去想 所以現在 現在是牛熊拳門的世界 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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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拿著證股 你就做些對沖 是要的 真的 可能做那些調轉頭的對沖 我當是買了保險 飆上去 我的證股 哇 賺光了 你那些 潘倫 紅證 真的輸有限數 是啊 但如果他真的回了 糟了 18,600元是近期的頂 那怎麼辦 你真的要知道 香港投資者 這幾年 心態變快很大 以前 香港有一班人 就覺得 一跌就要買 港股 一跌就買 坐嘛 坐到給兒子 給孫子 總之坐你30-40年 是OK的 但是這班人 死得就死 少了很多 這麼誇張 真的少了很多 為什麼呢 剛剛說了 就是那些戶口 買其他市場 太方便 嗯 為什麼我是要 買一隻港股 跟你坐30年 就算輸了 跟你坐30年 給兒子 給兒子 沒有這樣的必要 這個其實 變化很大的 心態 這個世界已經不同 以前 可能三四十年前 那種買股票的心態 不同的 那些真的 有買貴沒有買錯 現在買貴就買貴 買錯就真的買錯 是啊 所以你一定要調來調去 走來 我經常都說資產配置 這樣就是這樣 經常調來調去 走來走去 Bitcoin 有勢 那就審點去Bitcoin 喂 日圓會彈 審點去日圓 就是要這樣走 以前不能走 你想想以前炒 炒日圓炒英鎊 那些我們要怎樣做 我要去那些 本地倫敦金的那些店去買 然後他就動了來了 因為他沒有落市場 然後他就動了來了 是 因為你一定要簽那個 那時候一定要簽個授權書 是他炒的 他幫你炒 是啊 你說我看好日圓 幫我買日圓 但他簽了之後 他不斷沽日圓都可以 那我們不能選擇 現在你連日圓 英鎊都有牛熊 沒有牛熊 那你又要利用這些東西 簡單直接利用這些東西 你就不用擔心平台風險了 我不是買廣告 不過實際上真的是這樣 那你可以炒網上外匯戶口的 很簡單 都可以 現在銀行也都有 但是當然啦 你在銀行那裏 那裏做 你那個size會很大的 不是的 幾千元 一手二三千都可以的 我教你開了 你說銀行有的嗎 不是銀行 Z.com Forest有 是嗎 很便宜的 因為Z.com沒有在那裏下廣告 有啊 曾經都有下廣告 Z.com好啊 快點開 快點方便 不用搞那麼多花款 是啊 要利用多些這些 將自己的眼角擴大 對 ATM是很厲害 人家NVIDIA這期真的很厲害 所以我就覺得這樣 不用一定要這麼頑固 我堅持港股會怎樣 會怎樣 你的眼睛放遠一點 放大一點 有時美股PK的時候 我會馬上看一下港股 對啦 這樣一定是對的 但是呢 你不要看太多 你不要走到A股那裏 就可以了 哦 你不小心我再玩大一點 我玩到A股 就千萬不要 會講通 就千萬不要 A股不是說A股會跌 也不是說A股不會升 A股是不會玩的 還有A股的問題不同 為什麼我們又不會特別 要叫大家買A股 A股的限制那麼多 是啊 它又有漲跌停板機制 不過癮啊 你看上個星期 放幾天黃金周 港股升了慢慢的聲 你買定那些A股ETF 正路的 這樣升很正路 是啊 今天A股跌了 昨天A股升了30點 他破一破位 今天就跌回了 你又猜不到 哇 你香港升到這樣 你A股也跟一跟 不要這樣說 我覺得A股呢 他永遠控制著他慢 慢牛啊 不准快啊 出了多少招啊 政策利好啊 新國九條 內訪又要怎樣怎樣都好 他都要令到你們 整班有冷靜 不准有一個超級恐怖的嘲諷 A股是這樣的 你都給一個氣勢看一看 你不用快 你不要天天升幾十點 不行 即是你 你不要 你香港升到這樣 你就可以放一放 香港升這麼厲害 你A股加根 升多些 你不要昨天升 今天就跌回 也不是跌回了 今天就立刻立了 好像很肉酸 你那些人怎麼搞呢 所以問題就是一個完全開放自由市場的 要是炒起它 即是怎樣做起它的時候 會容易很多 那邊呢 那邊呢 你等一下說兩句 政策又禁回你 又不必了 所以呢 又有QD Q3 Quota 那是很麻煩的 我覺得 那又不 又這樣說 我又幫中國政府說 它沒有又不行的 嗯 它人民幣不是自由 即是那個資本帳 不是開的 所以是繁複一點的 沒辦法啦 所以不買咯 所以我們說 我叫放 眼光放遠一點 就沒有叫你們看A股的 其實上個禮拜 不要說ETF啦 上個禮拜 即是北上的錢都多了 多了 因為見到香港這樣升 你大陸好像 你現在開回來 應該有料到 誰知道不行 那你下次北水又不上 那些藍水又不上北的嘛 嗯 因為黃金洲 即香港也是 你的假期應該和大陸看齊 啊 那我豈不是只有三個大假期 不要啦 那我們是中國人 不要啦 別人十四億人 都是那三個大假期 我們都要跟的 我們放關有聖誕家 復活之家 別人沒有的 那你因為那個假期的偏差 就會令人輸錢的 蛤 是啊 那不要啦 你想一下 如果港股18,500 就站得穩 明日後日 因為A股跌下來 上個禮拜買定A股 等A股升 那些真是 一殼眼淚 所以我覺得你將港股 我剛才說港股和美股 日股的跌減 甚至是似少比獎 但是你對於A股和港股 這個微妙的關係 你又不要看得太過 那個correlation 那麼緊要 即是說那些錢 進來我們港股 就一定走入A股 我發覺不是的 不是的錢是不會的 但是氣氛 某程度上是會的 因為你港股升了1000點 它放假 我們升多1000 那你自然 你的心情是想著 A股回來 你起碼也追回港股少少 你想想上個禮拜 港股合起來 升了2000多點 哎呀 我追港股又真的貴了 是 是不是 但是A股還未升 我追A股又好像便宜些 那是很正路的 但是A股即是 昨天和今日的表現 實在有少少强差人意 明白 明白的 明白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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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的 所以我想A股那些 就日咀咒夜咀咒港股 快點跌 噢 即是 沒有理由我們不懂得升 我大哥來的 你不懂得升 你香港就升 但他又沒有理由跟美國 日本 他不跟的 A股哪有跟 他不跟的 總之他要鬥氣 否則我們沒有升 現在怒忌我們 對 我們又升2000點 你憑什麼升2000多點 你快點跌下來 快點 即是你A股不升 他真是妒忌 都 都是 是 是 他就生氣 那 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 那些北水不炒我們嗎 不讓的士加這麼多價錢 哈哈哈哈 的士加兩元而已 兩元而已 有好影響你生活質素嗎 哈哈 我遞一些的的士佬不值嘛 是嗎 是嗎 這麼好服務 是 起碼落標要 五十元 五千元 五千元 真是 那些Uber 是的 倒忌Uber 港古和A股 現在不是Uber 和的士之爭 我們都是同樣中國人 有什麼倒忌我們 對不對 我倒忌你 黃金周放這麼多日假 我覺得日假放 是不是 真的 不可以這樣的 我倒忌你 農曆新年假放這麼多日 我又沒有 那我剛才就對了 假期要一字 那不行 應該算過算過算 我們少一點 哈哈 這樣有好處 那時候 那些大陸公司 下來香港那些 那些國內的同胞 同胞員工 跟兩邊假放的 嘩 正啊 是啊 因為沒有人管 是啊 當如放假 即使香港要上班 都沒有老闆 是啊 總之 例如春節假 它長很多 啊 春節假的 我一定要回鄉 是啊 我沒有理由跟香港 初一至初三 是啊 我以後回去 聖誕節 你香港都沒有人去公司 是啊 我都要放假的 所以跟兩邊 難怪你做中之行 做這麼多年 真的很爽 真的很爽 如果你是國內的同胞 你是跟大陸假 又跟香港假 而且你是信醫師難教 哇 你三樣齊齊 很爽 很多 那你聖誕又放了 這樣 香港公司沒有人 那我都要放假的 很爽 是啊 那你春節的 那會要回鄉 那會回去 那伊斯蘭 我不知道伊斯蘭有什麼假 伊斯蘭假 都很多 是啊 那我伊斯蘭假 我也要跟 是可以的 所以 所以信教是 好處多的 挺好的 真的 不錯 很多假 會放的 不過 如果你看 我真的胡亂說 我不是真的很風趣 但我真的胡亂說 這位Michael 你說得對 不是 那些真的全部 跟兩邊格 很過癮 好啊 那我們的交易日數 真的少少都不 就是這個就是妒忌 我們香港人會妒忌 為何會回鄉 他春節十幾日假 是啊 大陸也是 因為我之前看了你的新聞檔案 接著我已經開始想了一件事 其實都很好 他們放一些長假 我們要上班 即是市場正在開 那時候 就說每個人衝進來開戶口 買H股 那時候是的 是的 大家說H股厲害 一定要買大國企 那時候是的 是的 那邊A股沒有得買 一定要過來買中移動 那時候還沒有喜歡A股 那時候還沒有 那所以呢 現在我覺得呢 都可以這樣 即是同一個套路 就是說 由於港股 威過A股那麼多 就過來香港買 他們那麼悶 炒到 你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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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回到我們香港了 他們以前一早已經有戶口了 應該 那個解決 那個分野就是以前 就是你香港很便宜 因為那時候呢 我先講小背景 那個節目呢 是說B股開放的 嗯 B股開放給大陸人 大陸人都可以買 是的 那麼他就發覺呢 B股本來就是國外人的 是的 買的大陸股 是的 用美金的 那麼大陸人可以開放 B股給大陸人買 大陸人就覺得呢 喂 B股比A股便宜 嗯嗯 那麼B股就很便宜了 嗯 就炒起了B股 然後呢就想想想想 你H股更便宜 更便宜 H股更便宜 十分一價錢 嗯 那麼就衝下來香港的 嗯 那麼以往呢就說 你香港很便宜 我買就是你那樣 但現在不是嘛 現在是因為那個經濟 是中國比香港強的嘛 哦 所以就衍生了一個妒忌 哦 妒忌 你這麼便宜的嘛 仇港嗎 在沽 哈哈 我現在不是A股比香港 仇港嗎 是A股不動的 啊OK A股不能炒過香港 所以我就妒忌你 妒忌應該是一起 我們很歡迎你過來 一起發達 Uber和賣的士一樣 大家都是開車的 發達 我不明白 真的不明白 有UberTaxe的 對呀有UberTaxe的 對呀有UberTaxe的 你經常混在一起 但是我妒忌 瘋子 我便不炒你去香港 我先炒了A股 為何你不過來加入我們 我們一起一起發達呢 我做過那一集二十幾年前就是 對呀 現在不會現在是妒忌 為何這麼萌塞的 即是一起來玩 不就是一起賺 有錢的時候 我們買起 中國經濟這十幾年 是發展得太快 哦 一個厲害的 以前哪有 外交部 以前哪有 反駁隊 以前哪有 大外宣 哦 現在有 哦 那是由 扶持變成妒忌 哦 這樣 我為何要扶你一把 哦 即是 不要說覺得是 我來賺錢 不是的 我來幫你 我為何要幫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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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罵我 我為何要幫你 哈哈 哈哈 我為何要選擇 你又罵我 你都罵我 你都罵我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真的不行 真的不行 什麼不行 我完全沒有這樣分 這樣就是妒忌 那又不見他妒忌美股 不斷喪炒那邊的美股 那些中國資金 是要妒忌我們港股 我們港股 我們港股 上升到18000點 都不是很厲害 這樣也要妒忌 不是吧 對吧 沒有理由 香港的年輕人 比我們厲害 哦 是嗎 好 我先稍後回來再談 免責聲明 Reca Finance 竭力提供準確資訊 為不保證絕對無誤 資訊如有錯漏而令各項蒙受損失 不論公司是否與侵權行為 定立契約或其他方面有關 本公司該不負責 同時 Reca Finance 所提供之投資分析技巧與建議 只可作為參考之用 並不構成要約、招攬、邀請、有史 任何不倫種類或形式之新術 或定立任何建議及推薦 讀者無請運用個人獨立思考能力 自行作出投資決定 如因相關建議招致損失 蓋與Reca Finance 主持、嘉賓、編輯及記者無關 同時 Reca Finance 所有節目或資訊 相關內容屬作者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Reca Finance 立場 作詞・作詞・作曲・編曲・編輯 作曲・編輯